好,另外在光复相待会6天的乡镇总咨询议程 5月3号是来到了最后一天 相较于前几天的咨询情况 包括了乡代表林淑青、蔡志辉以及吴荣理、王武奇、郑万镇等代表们 针对全民保险、法律咨询服务能够搭配足语翻译 大兴加农、罗兰地段、曾边缘、宝地等问题 反倒提出了诸多期盼跟建言 为这一届首次的定期大会平和划下句点 相公所向台糖陈出土地计划批建阿鲁龙部落聚会所致计 向代表林淑青对于连外道路窄小咨询建议 排水沟加盖增加路幅宽度 把水沟填平了以后路的宽度就会变宽了 再来他讲了说现在193县大客车是有路段规定的行驶吗 像上个礼拜那个10台油海车来 结果走错路了每一台都被划了 另外相代会主席廖一军 相代表王武奇针对推动了两年 每年编列110万元左右的全民保险 是否能以急难救助金的模式来替代 所会双方意见交换热烈讨论 每年给他变定100万做为急难救助金 就是共产党在这边是意外 跟你刚刚所说的可能是意外的失望 还是帮我失智的状态 我们变定一个标准 你要是说的最高的标准大概就15万 我们可以讨论这边这么够 跟他土一样 来倒一下 还是把这些钱 弄在急难救助方面 包括车祸的也好 生病的也好 让他就在更有意义的地方 我想我们在公所编列预算 还没送预算书之前 我们台队会贤会 把这个事情拿出来 我们各位代表讨论一下 接着向代表蔡志辉 建议相公所推行三年的法律咨询服务 能够搭配足语翻译 以及积极协调 湿地环山步道自来水盐管 确保游客与住户 饮用水的卫生安全 因为老人家很多人在问 但是他们对这个国语 比较没有办法不留意 那对国语来讲 他们可以前世 前部的问题 是法律之心 有些人喜欢让人知道 有些人不让人知道 不只要跟国律师请教育 有些人不要让人知道 所以接着到古地问题 哪里关系的 他们不想什么 所以我们要争取 要当事人 我们其实再来 这边可以不可以 接着到平时的问题 针对大兴桥加罗兰地段 远肯户要求九合局 还地渔民的诉求 向代表吴绒李 拿着地图建议相公所 积极向上级相关单位协调 厘清土地军益 只有四个 如果还有十几二十个 应该也要一起来申请 申请的话 大家乘请起来 才比较有力量 光复乡代表会定期会 六天的乡镇总咨询议程 地方上绝大多数的议题 都已充分咨询讨论 而今天最后一天 每位代表对于部分议题细节 在深入咨询 以诸多的期盼与建言 来为这一届第一次定期大会 乡镇总咨询一层 划下句点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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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